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许波 全球抗疫情进入关键阶段之际 群体免疫的呼声在西方再度兴起 英国官员呼吁要重新考虑这个选项 德国追求让感染人数曲线平缓 媒体称已经走在这条路上 瑞典不封锁不隔离 实际上正在进行群体免疫的尝试 中国激烈反对群体免疫 钟南山称这是最消极的做法 中共官媒更直指这是一条铺满尸体的血腥之路 那么群体免疫背后科学依据是什么 为什么北京一再对其口诛比伐 中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是观念之争还是道路之争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中教授来为大家解读 黄教授现在英国政府我们看到英国政府的首席流行病模型推测 梅德利教授警告说 说英国政府呢应该尽快的来解除目前的这个严密封闭的这样一个状态 在这个让并重新考虑呢 让一些人在在这个危机生命最低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最低风险的情况下呢 这个让他们接触这个新冠病毒 以获得抗体 我们看到德国呢 媒体也有披露 说德国政府目前呢 也已经意识到说群体免疫可能呢 是唯一的选项 那我来请教黄教授 看起来这个群体免疫这种想法 在欧洲东山载体 这是为什么呢 谢谢 我想可能这有好几个原因吧 第一个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现在疫苗 要真正出来 大规模的接种 看来现在还是遥遥无期 然后呢 第二个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个现有的 我们说的大规模的社会疏离措施啊 围堵措施它本身的局限性 因为它本身已经不能够完全截断病毒的传播链 特别是在欧美国家 基本上 应该可以说这个病毒已经传开了 所以这时候呢 实际上是比较 就是平衡的一个策略呢 就是采取我们说的止损 策略就是降低它的这个病毒造成的损失 因为封锁这些措施本身只是争取了一些时间 阻止了这个病毒在短期内的一些传播 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阶段传播链的这个问题 而且这些措施呢 它本身它有一个可持续性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欧盟很多国家 它这个围堵措施差不多都已经至少都有三周过去了 有的是一个月了 那这个现在疫苗还没有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 各个国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围堵措施要执行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 因为现在它的副效应已经开始出现了 这个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特别是我们说的经济 这个问题是现在是蛮大的了 而且社会能不能承担如此这么长久的大规模的管控 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特别是考虑到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 经济陷入崩溃 社会稳定也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 我们就是说现在似乎有研究证明 就是说欧美一些国家可能已经有比较多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可能获得了某种形式的群体免疫 他们有一项研究好像是牛津做的吧 说英国可能已经有36%到68%的民众感染了病毒 意大利呢说3月6号呢 有超过60%的民众感染了新冠病毒 所以他们有人就在说 这可能已经形成了某种实际意义上的群体免疫 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呢 实际上这个群体免疫已经在有意识 无意识的已经在一些国家来推行了 比如说我们知道瑞典 它根本就没有关闭学校幼儿园 而且就是说只检测重症病例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像美国也是 无意识的推行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群体免疫 因为在纽约比如说它基本上只检测重症病例 实际上这个本身也就是我们说的有点像放水的这个意思 就是让这个比较年轻的人感染 健康的人感染新冠病毒 他们觉得不会带来太大的危害 那么中国科学家不这样看 比如说像中国深受北京重用的科学家叫钟南山 他认为呢说群体免疫呢 是这个古代中世纪甚至近代科学不发达 科学技术不发达情况下 对疫情无能为力的一种表现 它是一种最消极的这个对待疫情的态度 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 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群体免疫背后有没有科学依据 这种做法当然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做法 但是我们要认识到 实际上现在我们对抗病毒的手段 实际上本身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即使跟中世纪相比的话 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围堵促师啊 大规模的社会疏离促师 实际上跟中世纪从本质上 没有太大太大的区别的 现在最主要的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科学上来讲的话 病毒你需要有人来传播 这个人是必须没有获得免疫的人群来传播 如果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呢 他获得了免疫 但这种免疫可以是通过大规模的疫苗接种 或者是被新冠病毒来感染 那么就有很多越来越多的人患病之后 他就自愈了 然后就对病毒产生了免疫力 而获得这个免疫力的人越来越多呢 这个病毒他就越来越不容易传播了 因为你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 这个人他传不到的话 他就慢慢慢慢他就会就消亡了嘛 或者是形成我们说的一种积极性的 或者是熬痛病 就只有熬痛 因为他没有获得免疫 他可能会继续感染 所以当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 就让这个数字存在增议了 就是比方说超过70% 80% 这样的人被感染康复的话 那么疾病爆发的几率呢 就会大大降低 这样呢就是形成了所谓的群体免疫 所以说本质上 他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问题就在于这个策略呢 他有一点一厢情愿的意思在这里面 因为他的这个想法呢 是说用有限的医疗资源 用于救治重症患者啊 移改人群啊 延缓这个疫情 向分植攀升的速度和坡度啊 避免形成医疗资源的这种挤兑 然后呢 形成一种群体免疫的屏障呢 也为疫苗的研制 赢得时间 从而阻止病毒在将来的进一步传播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问题就在于 我们要实现这个群体免疫 还需要有一几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前提条件呢 我们说病毒不能够发生变异 因为新冠病毒呢 是我们说的RNA这种病毒 它的变异率还是蛮高的 虽然不可能预测 它会跟流感一样的变异 但是还要考虑潜在的变异的可能性 第二个呢 就采取这个措测 政府要必须要能够讲 这些高风险人群 脆弱的这种人口 能够隔离开来 保证就是病毒 只影响我们所说的低风险人群 就是上这种比较健康的 年轻的人群 但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还是一个疑问 第三个呢 就是我提出来 就是必须要保证 群体免疫的过程中 不发生对医疗资源的挤兑 能够保证 所谓的这种延缓的 这种战略 在这个过程中 要保持这种病毒传播的稳定 不能够有 比如说其他疾病 也开始有一个极大的爆发 那这样子就会产生 对医疗资源的更多的需求 从而是这个群体免疫的目的 本身就没有作用了 那么刚才钟南山我们谈到 他是从科学角度来批判群体免疫 如果他是从科学角度批判的话 那么这个环球时报总编 我们看到胡锡进先生 他就是从政治和社会学的意义上 来批判这种群体西方的群体免疫的策略 他认为这种群体免疫 用他的话来说 将是一条铺满尸体的血腥的道路 他认为这充分暴露了西方人权的虚伪 我们都知道 习近平他这一次打中国武汉抗疫的 这样一个战争 人民战争的口号 就是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那么我们现在谈群体免疫 许多中国人们认为就是违反人权 就是没有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那黄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的 因为当然就一方面我们可以说 这个群体免疫 它在这个执行过程中 会带来很多人的死亡 因为像德国 如果按照基石站的最低的死亡率 如果要搞群体免疫的话 可能最多会有50万人死亡 所以呢这疫苗出现的 还是应该尽量减少这个感染病例 但是呢我们如果看群体免疫 它本身的对应思路 实际上是并不是说是故意 就是要让人死亡 它基本上是实际上是 尽可能拖延时间 压低这个重症患者的增长曲线 从而降低医疗系统 崩溃的这样一种风险 从而达到更多人得到救治的目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它并不是就是说要 故意的使很多人死去啊 因为这个目的本身也是为了救治更多的人群 所以从这个眼里不能简单的规计到说 暴露西方人权学术的虚伪 尽管我们说这个带来了一些我们说的医学能理上的这个问题 目前呢实际上最重要就是在这种更加有效保护这个高危人群同时呢 也允许低风险人群感染新冠病毒 实现群体免疫 当然这个过程中呢 是要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能够把65岁以上 高危人群的老年人能够隔离开来 从而降低这个死亡的死亡率 我觉得这个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实际上它本身它不涉及到我们说的这个人权这方面的事项 另外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还有我们说的这个 现在的围堵措施 它本身如果这样的一直执行下去的话 它本身也会带来我们说的这个人权上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如果失去了工作 它本身同样就是说面临着这样一个 我们说的社会经济权力的这种受到损失 而且呢也更有可能就是说因为失去工作 它本身的免疫力下降也会对医疗 疾病增多也会对医疗资源形成挤兑 所以这本身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我觉得不是一个人权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来探讨一下 为什么这个中国呢对群体免疫感到很愤怒 如此的大动干戈口诛笔伐 有人说呢其实这不仅仅是中国跟西方的观念之争 而是涉及到一个不同的道路 不同的模式这个之争 我们可以这样想一下 如果这个群体免疫能够获得成功 它是一种比较自然的采取自然无为的 这样一种这个方式能够获得成功的话 那么中国举全国之力这个武汉封城 那就等于全白费力气了 请教黄教授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模式和道路的这个分歧 对这里面实际上真的是是一个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当初就举全国之力 现在就取得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局面 但这种局面实际上本身呢 它是一个对这个能不能继续持续下去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如果一方面如果看到就是西方国家 不光是西方还有些其他的这个国家 比如说中东啊甚至非洲啊 如果他们不靠这种大规模的这种防控措施 取全国之力 基本上也能够就是我们说的 请注意过万从山的话 那这样的确实对中国来说是一个 就是至少从情感上好像还比较难以接受 另外呢就是说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就是说的可能的免疫落差 包括就是国内的一些专家也指出 就是如果一些西方国家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就是在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之后 群体免疫力上来了 然后它可以在到时候可以敞开国门了 到反而中国还必须继续关闭 这样的一种情况对中国来说 本身的经济啊发展啊 国际交往啊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实际上是 好的我们感谢黄延忠教授 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谢谢黄教授 不客气 好 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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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